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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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不认人 你再快 也快不过我的剑 你现在就算一剑杀了他 也难解你心头之恨吧 你走吧 小二别怕 本尊自会护你周全 走吧 本尊一世英明 怎么会败在百里皮肤 那个小二的剑下 新爷 可以了吧 怎么样了 这姜家小儿真够狠的 到现在才晕倒 累死我了 怎么样 我师弟也得好 还是我也得好 当然是我了 不过景妍 我们是让您说些情话 您看您在他昏倒的时候 都说了些什么呀 本尊说得还不够深情啊 小儿别怕 本尊自会护你周全 那谁 这一次他不会起疑了吧 第一次已经被他识破了 这都第二次了 他肯定身心不疑 不愿意 不但不愿意 他肯定身心疹 你觉得只能比真正的 你一肯定身一肯定身 太疼勇 把这药趁热喝了 薄叶静心 小景呢 他好像伤得挺严重的 苦莲子一直在旁边守着 自眷 快扶过去 你这么包江青柳肯定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了 不是 你这让我怎么再给你包啊 你俩快一点 那个姓江的已经醒了 正往这边过来 什么 这么快就行 他恢复能力也太强了吧 随便包一包得了 我得赶紧趴着 好 快 给爷爷奶奶请安 婉婷 婉婷啊 婉婉婷 婉婷 婉婷 婉婉婷 ?!?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怎么样了 这男人哪 都喜欢温柔的女人 要温柔 本尊死不了 德拉 我说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啊 本尊哪里有耍花招 德拉 你是不是觉得 你昨天晚上布的局 特别成功啊 其实呢 我早就知道那个人 是假的百里天雄 我呀 是顾及你的面子 才没拆穿你 顺便想看看你们到底是耍什么花招 还有啊 你对那个穿花蝶 笑着还蛮重啊 都是那个穿花蝶自己想出来的 我可没有支持他 你要相信我啊 相信你 鬼性啊 还有啊 你这个伤要好好养 别烙下病根 啊 哦 谢谢 谢谢夫君啊 好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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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份真实在好啊 好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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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老板来碗面 好嘞 好 行喽 你现在进门都不敲门了 我不是告诉过苦莲子了 让她不要再耗费心力了 这药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意义了 要我送到了 夫人喝不喝是夫人的事情 但我必须要送到 你送到了 你可以走了 你送到他的手 看能不能听你 我能听的 你有把他给ép上去 还不懂 冰沉 你不懂 我会认识 师父心血来潮 决定悬壶济世 医馆里面经常会有女人哭 有的人因为亲人的病被治好了 喜极而泣 有的人因为亲人无药可医 悲痛心生 还有的时候 师父看不惯那些盗帽安人的小人 便会对他们略施惩治 不予医治 那些人被惩罚之后 他们的亲人就会来我们医馆 大哭大闹 还经常被人追杀呢 那你们一定过得很惊险吧 还好吧 基本上一个月换一个地方 你就没有抱怨过吗 这有什么好抱怨的 自己选择的生活吗 后来师父就渐渐地步行医了 整日钻研医术跟药品 我们这些弟子 就散落在各个黑石卖药 你开了 就先把眼前进走 要赌就你们 你彻底下来 我们去给药品 就这两个花 帚了 这些花 再想伤手 别想 让我一抵 再想 其实这么多年的奔波 我也经常觉得很疲惫 直到现在 我还经常在梦中惊醒 梦到以前 我和师父被人追杀的日子 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每天 大大方方地在街上走 买自己最爱吃的糖果 我看过一本书 书里面说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 竹海环绕 四季如春 人们在那里自给自作 就连动物都没有天地 日落而息 日出而作 每日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 看云卷云竖 真是梦迹 这世上 真有这样的地方吗 我也不知道 但若是真有的话 能在那里度过余生 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真羡慕啊 真羡慕啊 我这辈子 恐怕是连幻想的机会都没有了 其实夫人只要想 办法还是有的 真羡慕啊 我这辈子 恐怕是连幻想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这辈子 嫉妒 不知 你快就走 你快就走 再搜 你快就走 你快就走 反正 你快走 快走 你快走 我快走 你快走 你怎么又来了 小姐是我 我来给你送点心 进来吧 小姐 这药 扔了吧 小姐 这药 今天水鬼胶没有看着你喝下去吗 没有 他放下就走了 那我去倒掉了 小姐 今日这药好像不是药 不是药 那是什么 小姐 这个啊 可是红豆羹呢 还加了蜂蜜 怎么样 老爷 事一半妥 你确定无误 放心吧 老爷 下去吧 是 小姐 你都捧着这碗红豆汤好久了 要不宁香去帮你热一下吧 小姐 水鬼胶来了 你去跟她说我睡了 我的小姐 你可算说话了 你这小丫头 现在越来越放肆了 小姐才是 最近越来越奇怪了 我哪有啊 小姐 这一大清早的 你要去哪儿啊 还不让我背轿子 反正也睡不着 家里又闷得慌 出去走走 还真是走啊 还真是走啊 小姐觉得 水鬼胶人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冥香觉得 水鬼胶细心又体贴 虽然从小闯荡江湖 还是很深的 但却忠厚老实 而且没有那些 乱七八糟的江湖喜气 为人又专一木讷 还有点傻气 甚是可爱 你 你盯着我看看吧 小姐 连我这么木讷 都能看出来了 你怎么会猜不到 你别胡说 她是医生 我是她病人 对 约此而已 我 JUST 你笑什么 我笑小姐脸上粘了东西 你又逗我 小姐脸上粘的呀 是四个字 什么字 口是心非 别闹了 这里人又多又乱的 我先在外面等你 你去结账 姑娘 请问最近的成衣铺怎么走啊 就在不远处 那是在 我带你过去吧 驾 驾 老爷 老爷 大清早哭哭啼啼 成何体统 少夫人被人掳走了 少爷现在又不在家 你一定要为少夫人做主啊 你说晚禅被人掳走了 到底怎么回事 就在刚刚 少夫人说想出去走走 我们就去了一家茶楼用早餐 我去结完仗之后出来 少夫人就不见了 有人看到 她被一个女人绑到马上 掳走了 知道了 知道了 下去吧 老爷 行了 哭得没完了是吧 她是我们江家的媳妇 我还能让她受委屈吗 哭 哭 笑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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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咱们要不要行动 他们得不到五行龙印 是不会罢手的 不过 他们休想牵着老夫的鼻子走 那您的意思是 清流在哪 昨夜少爷带着二夫人 出门查案去了 终于办点正事了 晚禅嫁到江家三年 西夏无子 家到中落 况且对方要的是五行龙印 在下明白 这位手出门 一恩 拍下来 打开 家伙了 一半 一上 和你跟他说 这不租 那不租 这不租 因为你必须 胡言 你必须 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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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鬼叫你醒醒 你受伤了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他们也把你抓来了 我看见有人把你迷晕了 就跟了过来 没想到 你脱件衣服给我吧 那你转过身去 你最好快一点 怎么是你啊 怎么是你啊 那应该是谁啊 你还要不要命了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 梦到我跟一帮姑娘在喝酒 喝得美极了 这帮姑娘确实不错 刚刚还把你从贵宾楼给抬回来了 抬回来 本身怎么了 你晕倒了 晕倒了 在酒楼晕倒了 岂不是很没面子 江家那小娃娃肯定笑话我了吧 你现在已经不是面子保不住的问题了 你本来剩下的时日就不多了 你还不好好休息 还整天跟江青柳那小子瞎折腾 我这次还真的不是瞎折腾 那你去贵宾楼干什么 一个姑娘家家的 你还记不记得本尊曾经跟你说过 武林大会上来了一个西域女子 好像有点印象 这个女人是冲着本尊来的 当时我就让兰山客去查了一番 可是那个调查结果十分的荒唐 我就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上次在卧佛寺 那个女人又出现了 我也并没有跟她正面交手 可是却莫名其妙地觉得十分熟悉 那谷主你的意思是 我觉得这个女人 跟十一年前海银谷的灭门案 一定有关系 我自己来吧 别乱动 我还要蹭点风 她们到底是谁啊 为什么要来抓我 不知道 但她们明明有机会可以杀死我 就没有这么做 这证明是另有所图 我们再等等看吧 但是要是凌晨的 别让她看一会儿 你想像月亮所 你不想像月亮银 我首先让一下 你不能吃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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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 我真不想吃鲜 如果大家要吃鲜 我还是想吃鲜 你不吃鲜 你不能吃鲜 不要吃鲜 你能吃鲜 少庄主 少庄主 你可算我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 人家都瞧不上这点吃屎 我都说了不用送了 你看 谁说我们瞧不上 吃吧 吃饱了兄弟们好动手 刚问二位少侠 劫持江家夫人究竟有何目的 这都过了一个时辰了 江家竟然见死不救 真是 好一个武林盟主啊 你们抓我 如果是为了威胁江家 那你们就抓错人了 我对于江家来说 不过是一只 可以随时被捏死的小蚂蚁 不过 倒是来了一个送死的 对啊 这位好汉 如此愿意追随夫人 我们都被感动了 于是 就成人之美喽 那还真是枉费二位的好意了 公主啊 你刚刚说的那些呢 我都明白 就算灭门案再怎么重要 你也不能这么糟蹋自己的身体了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你现在这个身体不能玩 我知道 所以我这次去贵宾楼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 什么原因 我本来是想跟那些姑娘 娶娶精的 你跟那些姑娘 娶的什么精啊 怎么跟江青流一起生个孩子啊 然后呢 你 娶到真经了吗 然后 我不就晕倒了吗 看来伤孩子这事 还真不太适合我 尽力了 走 走 走 夫人 老子点 走 夫人 对不住了 你们要干什么 取个小物件 好让尊府与夫人相认 等等 二位好汉 你们只是想取个信物 让江家相信 夫人已经在各位手上而已 何必为难她呢 你想干吗 令我有所不知 像江盟主这样的大人物 娶个妻子还不容易 二位好汉要是损了江夫人的完整话 想必江盟主一弄之下 舍弃令曲也是有可能的 这样的话 反倒是误了各位的大事 火呀 issir 你不要 不要 不要 请留 这件事情你就不必插手了 我自会处理 爷爷 爷爷 那是我妻子 你竟然让我袖手旁观 你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吗 你的武林盟主交仪 三个时辰 三个时辰之内 现在都过去多久了爷爷 请留 你疯了吗 你居然要拿五行龙印 去换一个弱小女子 爷爷 他们早点行动是好事 姜家应该很快就会派人来找你了 他们不会的 你又何必白白浪费一根手指 一根手指没什么 接下来 就算他们要手要脚 哪怕是分尸 任何事 你不有意义 你不做 杜家便换你 监力 但是你却是 被别人看见 还真以为我把你怎么样了 而且你要是把他们哭烦的话 没准就真进来分尸了 老爷 老爷 下去吧 是 这是晚辰的戒指 是我幸福之夜 亲手给他戴上的 现在知道连香西域 间谍行山浪 那么久也没见你给我生个重孙子出来 爷爷 在你心里除了武林盟主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东西 没有 好 好 倘若一个武林盟主 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 那这个盟主 不当也罢 我 江江派让我接你了 真没想到 老婆被人抢了 这武林盟主 还尾如泰山 佩服 佩服 是不是没有如你们所愿 我早就说过了 我对于江家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棋子罢了 还有半个时辰 如果江青柳 还不把我们要的东西拿来的话 你还不明白吗 就算你把我杀了 把我的尸体放到陈碧山庄的门口 明日 陈碧山庄就会迎娶一位新的盟主夫人 真没想到 这叱咤武林的江盟主 竟如此冷酷 你 若不是这样 又要怎么当上武林盟主呢 这江家老头的独门穴道 我也解不开 要不你就在这儿老实待着 解救小媳妇的任务 就交给本尊 水鬼郊 你还记得 曾经跟我说过的那个地方吗 烛亥环绕 四季如春 记得 我最近做梦常常会梦到那里 没有这些江湖恩怨 打打杀杀 真是令人好生羡慕 夫人 不要再叫我夫人了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哪还有一点夫人的样子 更何况 他们江家 从来就没有把我当作过夫人 你以后就叫我婉蝉吧 婉蝉 会有这么一天的 会过上这样的生活 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相信我不要放弃 不可能了 干得票 男神 这一点难度都没有 来点高难度的吧 给我馋死了江颖天 是 说 你们这家黑店的老板是谁 女侠饶命 女侠饶命 小的 小的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小的是刚来这儿不久 那是谁告诉你 我会来这里送东西的 就是一个蒙面大汉 大叔 大叔三个石山内 会有一个人送来一个包裹 别的 别的小的 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大哥 这些花不来不过 帮我 赵大叔 飞负败 老板 咱们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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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看看 都欺负到江家人头上了 颜面何在 爷爷 这件事就交给孙儿来处理吧 你还是赶紧去查 伯爷警刑的事儿吧 婉禅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水鬼胶 你怎么也在 清流 她是来救我的 你们看到的断职 就是她为我断下的 谢后盟主救命之恩 不必谢我 是小锦姑娘把你们救出来的 行了 行了 婉禅 你还是先回屋收拾收拾吧 丢死人了 我呢 看什么看 你也下去 华王 《新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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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